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遇见原文是进入朝向 into的意思 而试探有试探或试炼的意思 在这里应该翻译成试探比较恰当 救是抢救保护的意思 而凶恶是指着恶者 在主导文最后这一项的祷告的重点 主耶稣让我们看见属灵征战的重要性 人的一生一定会遇见试探 中文圣经翻译成遇见 其实是不准确的 应该翻译成进入 所以我们一定会遇见试探 但是主要我们祷告 不进入试探 那么试探是从哪里来的呢 在雅各书一章很清楚的讲到 但个人被试探 那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私欲是从我们肉体来的 但是接着十五节又说 私欲既怀了胎 就生出醉来 醉际长成就生出死来 私欲怎么会怀胎呢 怀胎必须有男女的结合 所以这里就看见试探 其实是从恶者 就是魔鬼而来的 所以当我们的肉体的欲望 受到魔鬼的试探引诱时 若是我们不逃避 反而进入 自然就会犯罪了 所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主要我们祷告 救我们脱离凶恶 有时候我们会碰到恶者的攻击 太厉害 甚至都被他捆绑了 所以我们要祷告 求主救我们脱离恶者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门 这一句是后来加入的 早期的抄本 并没有这一段 权柄可以翻译成 全是能力 主导文最后在这里 加上这一句 其实也蛮有意思的 我们之所以能够以主导文 祷告 并且以之为我们生活的中心 是因为我们真的知道 国度权柄荣耀 全是天赋的 地上的国度权柄荣耀 都是短暂会过去的 因此 我们实在不应该把人生的重心 放在追逐地上 短暂地荣滑富贵 财富名利